第一次獎獎是否感受很深 感受很深 因為被提名這麼多次 終於可以正式受到這個肯定 我會盡量給他 因為我家人都很疼我 他就不會逼我被家用 希望未來可以做一個稱職的兒子 其實也不是 只不過是我媽媽想我有多個錢 首先我要找個女朋友 沒有了很久了 我沒有公開 我沒有自己在Instagram和Facebook公開講 可不可以拿上最佳藍培角 可不可以專注工作 其實沒有 因為我自己也是覺得子善會拿 要是子善 要是張永康 兩個對手都很強 只不過是 如果是我拿的話 我想最大的原因就是 因為我的杜菲是最近頒獎禮出現 其實實力上我真的覺得 輸得身服口服 下年目標會不會想拿藍培角嗎 下年之後的目標也是藍培角 直到拿到藍培角 再想藍主角 是 是 提名了四 我也沒有數 但你入行七年了 所以其實 入行七年能夠得到這個獎項 而每一年都有很多不同的劇集 或者中維節目有拍攝 有播出 我覺得是最開心 就是得到這個獎 就是 代表觀眾都有這個認同 是覺得有進步到 所以其實是很開心的 但有沒有出事呢 現在這樣打女 某個獎之後都要打 又不會出事 因為我其實覺得 有得試不同類型的角色是非常好 還有原來做打女這種角色 得到很多觀眾都很喜歡 其實我是不介意辛苦 我亦都很樂意去繼續拍 多一點都不介意 我其實覺得 什麼角色我都很想試 所以我不會說 BD不會拍 所以我都希望有機會去試演 而且拍打也挺開心 是啊 我自己覺得 我跟你都是打 是因為打而被觀眾肯定 沒錯 所以有時候拍打的時候 雖然那個過程是有點辛苦 但是 就是拍到出來 你看得上 你會覺得是很滿足 還有很開心 就是原來那個倒作 看那些帽子做的時候 咦 沒有可能的 但是到拍攝 怎樣都要頂硬相 做到出來 你是會很有這個滿足感 滿足感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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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想不想試試合作 好一點甜味 之前 沒有 沒有 真的沒有試過合作 可能下次又一起打 好啊 好啊 但是你跳進車的動作 是有些東西要搞掃 說要拿飛躍 就是拿了飛躍 就是拿了飛躍 我以為講一下 誰知道原來一講一下 就是 那下次就試試再去另一個緣 好啊 你看那些花水片 有幾個月 一講就有了 對 他說我跳到進去 跳到進去拿飛躍 哦 OK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